2019海峡两岸新媒体创业大赛12月4日在福建省福州市启动,包含新应用、新内容、新营销三场分赛事及总决赛等系列活动。 当天,首场新应用赛事率先拉开帷幕,两岸选手齐聚一堂,上演精彩对决。 人群中,记者见到了来自厦门大学物理学院的新港科技队,此方,他们带来的项目名为新港系统,港口、摇杆、金融的先行者。 负责人杨建娟是厦门大学物理学院的一名硕士研究生。 他告诉记者,该系统依托卫星摇杆数据,结合包括物联网传感器、摄像头、无人机、气象数据等在内的其他数据员, 对港口的各项指标进行全方位的数据搜索,通过深度算法对数据进行目标分类、识别与检测。 商业上将摇杆应用于其他领域的产品已经有一些了, 但是运用于港口的运营评估中是少之又少,所以在港口摇杆金融这一块人是一片蓝海。 无论是商用摇杆卫星的分辨率,还是摇杆数据的可追溯性, 以及摇杆数据它本身带来优势,摇杆卫星带来的优势都是非常巨大的。 自2015年以来,持续举办的海峡两岸新媒体创业大赛已经成为一项品牌赛事, 吸引了越来越多两岸创业青年参与。 在福州创业多年的台湾青年蔡佩云, 此方带着自主研发的英语绘本及幼儿少儿英语培训体系前来参赛。 今年11月4日,大陆出台了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, 简称26条措施。 这也是继2018年2月28日发布31条汇集台胞措施后的又一新举措。 蔡佩云表示,系列政策的出台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台湾年轻人来到大陆就业创业。 生活上啊,工作上啊,不管就业创业,生活,方方面面真的照顾得非常的妥贴。 会有更有家的感觉,然后会更有凝聚力。 我觉得来到大陆,因为大陆市场非常大,这是大家都知道, 而且大陆的发展,这是肥肃,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。 台湾人有台湾人的优势,可是到了大陆这边来, 我们自己自身需要调整的地方还很多, 包括你的项目要怎么样接地气,你要够接地气,你才有发展性。 在当天的比赛前,阳光学院创新创业教育学院院长马燕斌, 进行了一场主题为新媒体的创新与创业的分享会。 马燕斌长期在台湾的高校从事教学工作。 三年前,他从台湾来到福建, 获平为福建省引进台湾高层次人才。 不管是学的什么专业,他们所使用新媒体的熟练的一个程度, 应用的广泛都是非常非常普及的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,这样这样的一个比赛, 其实是让更多的,更广泛来源的年轻人, 有了一个发挥的,能够相互借鉴的一个舞台。 根据赛事安排,接下来,大赛还将在厦门和漳州 分别举办新内容和新营销两场分赛事。